看見Rio 有自己的 好幸耶 我知道他來自加拿大 亞孩 我就看看你有怎樣的 唱一下子 打不起 河橋很厲害嗎 太厲害不會去讀美國學校 你就來拼個 你死我 哈囉 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卡卡跟朋友 大家好 我是卡卡 然後今天呢 我的任務是要來教卡卡貝拉 自彈自唱 然後我有先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你們平常比較沒有在 就是自彈自唱這一關 對我們只會 都還按錯 剛剛那個是 如果第一次碰到琴 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要知道 中音的都在哪裡 就是剛剛這個 不是這個 我覺得最簡單 這樣我們可以用三四個和弦 來教你們說 有一些華語流行歌 因為就是那三四個和弦 那邊來邊去 那今天你們有想要挑戰哪一首很喜歡的歌嗎 遇見 遇見其實他只有三個和弦 其實應該也OK 然後他就一直在重複這三個 這樣應該OK 好 我們這只要記得三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是 D跟SO 然後D、B、SO 這樣 記得這樣 這個是D和弦 其他就是往上移 C和弦 D和弦 跟G和弦 對 就是 對 很棒很棒很棒 然後最後一個是 很棒 可以 那卡卡現在還記得大概多少 對對對 很棒 然後過來一個 對 很棒 很棒 好 那其實你剛這樣彈 我們就可以唱這首歌了 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遠的未來 學習力非常強 好 那現在換卡卡 我聽見風 來自地天人海 我好像是不法控制耶 那剛剛這一段圓滿落幕 耶 接下來這一個part 我自己也很期待 因為我想要用同樣剛剛我們使的這個和弦 來即興創作一段副歌 他最會寫歌了 那你平常都寫什麼樣子的歌 就在罵人 他會用唐詩罵人 就是例如說杜甫的 然後我就把它全部對 然後押韻完 然後改成罵人 然後貼在我們班都考第一名的人身上 因為我都考第一名 他都考第一名 還好我以前沒有跟你同班耶 不好意思我以前也是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和弦 然後我先產生一些旋律 然後讓你可以填詞這樣 好 那你現在主題有想到什麼嗎 我剛本來是想要對貝拉唱一些情歌 但我現在因為你說你是第一名 我就開始對你第一名了 很想要diss我 所以你想要買個diss人的 看見real 會有真情的 很高興耶 會有怎樣的 遇見佩璇好了 遇見佩璇會有這樣的火花 我知道他來自加拿大 我知道他來自楓葉的國度 可以可以 我討厭他想到 來了來了 就說吧沒有關係我承受得了 我詛咒他考試拿到最後一名 要唱詛咒自己的歌我還是第一次耶 我的敵人他在前面的首位 第一首重耶 我看佩璇會有怎樣的表情 我的敵人他在前面的座位 我聽說他來自楓葉的國度 我拿著筆插著跟著 好醜 好悲傷喔 好悲傷 那我們就其實不用再重新補取了 就直接這樣 我覺得搞不好貝拉你可以彈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唱 好啦我們要來PK囉 亞海 我就看看你有怎樣的 嗆聲 先打不起 華僑很厲害嗎 很厲害不會去讀美國學校 蜜狗就是在這種學校才會看得出實力 你弱掉了啦 從你剛剛開口就弱了 佩璇 我們就來PING個 你死我齁 等一下我們先想一下這首歌要叫什麼 佩璇啦 沒有 硬要 終於是有押韻 預見跟佩璇都是安 好那這首佩璇 佩璇開始 1 2 3 我看裴璇會有怎樣的表情 我的敵人趴在前面的座位 賣掉 可以 我聽說他來自楓葉的國度 我拿著筆插著很根的 吊草人 可以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對對對對 可以 可以 好所以今天收穫蠻多的 其實剛剛佩璇這樣躺很順欸 剛剛其實你這樣躺完然後你再 神埋一點點 這樣就蠻帥的 很棒希望今天大家也有跟著一起學會 佩璇有個禮物要給你 我3月14號的時候 會出一首自己的單曲 這次會給Ariel看我的MV 然後他是全部五人 現在目前就是第一次看這個MV 超榮幸 沒有你在我之後 貝拉這首新歌叫做 又在凌春醒來 貝拉有給我一個挑戰 我要第一次聽完貝拉的歌 然後我可以稍微簡單的唱一下這樣子 那我準備好囉 好棒喔 很感動 我覺得很感動 尤其後面破鏡重圓 對有一點 就你好像找回了儀式的自己這樣子 這首歌不好唱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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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回到英文化裡 今天單字是 A- Teacher's pet 他其實直接翻譯不是老師的寶物了 而是乖寶寶學生 很受老師的疼愛的那種很乖的學生 通常是比較有一點便宜的 那今天希望大家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然後今天有學到一點小單字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Bye 掰掰 來個 欸說我就是手這樣 欸可以欸